第一步,调节料架宽度。 通过触摸屏按钮将料架调至最低点,然后添加纸板。 通过摇动手柄将料架宽度调至纸盒宽度。 将料架升起。 第二步,调节出料口宽度。 将纸盒放置出料口,调节宽度和纸盒宽度一致。 第三步,调节推荷机构。 按下顶升器刚按钮,将推荷机构升起。 松掉螺母,调整时期和纸盒长度一致。 第四步,调节挡杆位置,更换模具。 根据纸盒大小,调节挡杆位置,注意四个角度要调整。 更换和纸盒大小配套的模具。 最后一步,调节预折导杆,更换模具。 按下预折旗刚按钮,推到指定位置。 根据纸盒的高度调节其位置。 松掉螺母,灯换扣和模具。 多次调节即可熟练掌握,自动折合机的调节介绍完毕,谢谢观看。